我家最多的就是充電器 因為手機絕對不可以沒有電 可是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 我到底還有沒有電 這樣的人生是有問題的吧 再影后重難搞又大排的 楊貴妹和曾婉婷 為了求合作多年的經紀人回來工作 決定親自去她家拜訪 而黃帝洋的內心自白 也倒進了明星幕後推手的心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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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虎 修家都在幹嘛 釣魚 釣魚很好啊 釣魚聽說很療癒 還可以平靜心情 超喜歡釣魚 很好玩啊 你們要嗎 有時候我想我就覺得 很奇妙啊 我個性那麼膽小 然後生活那麼無聊 我這些年到底是怎麼走過來的 壁虎 我打電話給李總 經濟部的頭照就應該讓你做了 我幫你談嘉心 什麼都可以談 雖然公司的事我不太管 但是我怎麼樣也是在這個公司待三十年 我還元老呢 我講的話他會聽 我也可以幫你說話 李總 去年就找我談過了 我拒絕 我帶妳們超過十年了 妳看妳們越來越好 我真的很替妳們開心 可是我 我覺得我的生活好像卡住了 妳們想嗎 我會定期待方姐去健康檢查 可是我媽生病掛急診的時候 我卻要 我卻要拜託我妹我妹夫去幫忙 因為我不在她身邊 然後 然後我每年都要幫盈盈姐寄一堆聖誕禮物給龍哥 就算妳們離婚了也一樣 可是我身邊卻找不到一個 可以跟我過聖誕節的人 我每天回到這裡我就是洗澡 檢查行事率 檢查工作 檢查完了我在洗澡 然後一工作來了我在檢查檢查完之後 我在睡覺 我家最多的就是充電器 因為手機絕對不可以沒有電 可是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 我到底還有什麼電 這樣的人生是有問題的吧